今天一開始我先向大家報告 關於宇昌案簽結 本黨的幾點說明 第一 國民黨 為了選舉 他不惜動用整個國家機器 利用宇昌案 抹黑造假 打擊對手 甚至於不惜傷害了整個國家生技產業 抹黑科學家 就為了選舉勝選 不擇任何手段 我們在這裡主張 包括馬英九在內 所有抹黑宇昌案的人 都應該向生技產業道歉 今天台灣的生技產業 面臨了崩盤的危機 全部都是因為 國民黨都因為馬英九 為了選舉 而不擇手段所造成的 這個傷害恐怕難以彌補 另外 有宇昌案 也可以證明 從過去 從雪碎 高鐵 南科 到宇昌案 可以證明 民進黨 一路 推動 對國家有利的建設 民進黨 會做事 那國民黨 拿不出政績 就只會 用不實的 資料 用抹黑的手段 來打擊對手 所以在這裡 宇昌案 我們提出 以上的 幾點 說明 補充 謝謝 謝謝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